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在职场上面呢 有一个所谓的35岁诅咒 什么事呢 就是35岁就要面临中研失业的问题吗 还有老人家也不轻松 因为要证明自己活着 才有办法领到退休金 到底怎么一回事 先来看35岁的这个诅咒 CNN特别报导说 35岁的诅咒呢 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 求职的朋友呢 被这一道年龄 就是35岁的这道年龄门槛 挡在门外 现在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专家也不认为说35岁 已经是应该被划分成为中年 所以现在你只要超过35岁 去求职的话 你要能够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不高 好 但是网络呢 征裁的这个公告呢 却明确有规定说 应聘者的年龄不得超过35岁 政府也排除了许多35岁以上 应聘公务员的机会 所以才会有了这个35岁的 这个咒诅 可是35岁大家想太年轻了吧 如果讲中年失业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严厉 其实我看了这一连串相关的一些专题报导之后 我自己觉得中国大陆的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 那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是也跟他们最近的这个就是内需还没有恢复 所以呢在各行各业对人力上面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的紧迫 那当然导致就是确实35岁以上 然后对老板来说可能会觉得说你体力也不够好 特别是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很流行的所谓是996的文化 一天公众6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 35岁像我们一样这个体力不够好 可能没有办法996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 然后第二个因素是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有印象的话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回想一下 过去这几年中国大陆政府他们实施了一连串对很多产业不友善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他们对于补教业对于网络业对于电玩业等等 都有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个政策出来 所以呢确实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失业的情况是持续的上升 所以我昨天去特别查一个数字 这是他们官方的数字 他们提到说这个是交通部的一些相关单位的一个统计室 今年4月底到7月底新增的网络预约的出租车的司机就多达47万人 这什么意思表示大家找不到工作嘛 那就只好呢去开开Uber或者是开开这个就是预约车 所以我想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也因此我们看到不管是他的一个房地产 或者是各行各业等等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失业的情况会持续上升 因为其实官方给我们的数字是 我个人认为完全不用相信啦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盖牌的一个数字 因为事实上我也看过其他专家的一个统计 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他们在统计所谓的失业率是没有把农村失业人口算进去的 所以那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对于中年人来说一方面你又没有工作机会 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万一他又买到烂尾了 那他接下来他的人生不就是黑白的 对所以我想这个中国大陆政府必须面对接下来更严苛的一个挑战 如果你讲如果现在平均余命大概都17岁甚至是80岁 如果35岁就面临到失业的问题 那接下来几十年要怎么活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现在35岁的求职者说被嫌太老 OK那现在老人家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呢也看到老人家现在也要面对到一个挑战 就是要活着才能够领退休金 为什么 因为养老保险的退保潮最近出现 中国近期呢有3800万人是中断了他们的养老保险 更有4300万人是直接就退保 那么中国大陆的独立记者叫高瑜 他又说这个现象其实是反映出了中国经济下行 薪酬降低 很多人没有办法及时去缴纳保险金 保费都缴不出来 那你怎么去保险呢 所以这样的状况不只是使得国家财政受到影响 也会让养老基金出现资金锻炼的危机 所以他点出了一个警讯就是一定要赶快先处理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出现这个养老保险的退保潮 现在看起来目前是看到有问题 但是它会不会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而且甚至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经济不好当然会冲击到很多人 但是我们知道保险制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一个安全 或是防卫的一个体系 就是说当你失业了你老了你没办法工作了 那你甚至生病了 你如果有保险来cover 你至少还可以勉强过一下 当然不会过得很好 但是至少有一个最后的安全体系 可是你如果连这个养老保险 你保险金都付不出来 3800或4300 这些都是很惊人的数字 你去看如果说看中国的这种保险制度 我们常常讲就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第一险就是养老保险 第二险是医疗保险 第三是工商保险 工商是工业伤害 那个是伤害的工商保险 因工受伤 或者是你什么腿断了手断了 第四个是失业保险 第五个是生育保险 那一金就是住房公基金 那你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讲的是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很多人退保 我们之前不是看到白法革命 那个就是医疗保险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第二个 就五险的里面的第二险 你的医疗保险你也出状况了 你看你连那个 他们那时候是让那些老人的 那个保险基金扣掉 就是说让他没有保到 那么多的金额这样 所以你看有很多白法老人 走上街头去抗议 所以我们说那叫白法革命 之前叫白子革命 可能大部分是年轻人 后来是白法革命 所以你看到一个一个的保险 一个刚刚我讲的社会安全机制 一个一个在爆 一个一个在破掉 这个其实是对一个国家 或是对一个社会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所以你去看到就是说 如果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的确中国面对很大的挑战 它这些问题是要很积极地解决的 就你想想看我们刚刚讲说 35岁就要面临中年失业 那这群老人家或长辈们 其实他们可能早就超过 maybe50岁60岁 然后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缴保险 因为不管是打零工薪水下降 可是他是不得不的 其实他们也愿意想要缴保费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要想缴保费 可是却缴不出来 所以那当然就得停掉这个保单 那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政策 去引导或者是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台湾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觉得一定有政策可以出来 那你刚刚在讲那个保险的问题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 就是说之前他们大陆有在讲 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保险金 就是说甚至我有听到有人讲 就是说他的那个存款 他的存款金额 这个政府突然就把它拨了 好像五分之一 移到那个养老金或是保险金去 那就是说政府是强势的 因为养老金是以后才会碰到的问题 现在你可能不会 所以他用强势的方式把你移过去 这个是我有听到有人在跟我讲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说政府其实是用很强制的手段 把你现在就是让你很 一些可能现在还有一点钱的人 把钱移到那个 那个刚刚讲养老保险金 让你去补这一块 因为这个财政的问题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疫情的过去这两年的期间 两三年的期间 大陆大部分的人薪水被扣了 然后又花很多钱 我一个朋友从上海回来 他就讲说他在上海那两个月封控的时候 他花了2万人民币买吃的 他说那个花的金额是比他过去多很多的 而且买来的菜 什么水果 都那个品质都很差 所以就是说他们在那个过去的疫情之间 花了很多钱 收入不多 有的甚至收入根本就没有 那你在那段时间 国家又花很多钱在那个防控 还有这个药物这些 所以其实整个财政其实是被拖垮的 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 很像拉回到台湾来看的话 我们最近这几年不是也在讨论 这个老保基金会破产的问题吗 这个虽然现在我们算还年轻 但是就想说因为人口结构在改变 变成一个到金字塔的 未来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退休或者是领这个基金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最后领的就不一定领得到 这个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但是除了养老保险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的疲软 也波及到了退休人员 来 领退休金要证明自己还活着 这是世界新闻网的一个报道 因为他们就说呢 根据官方2021年的通报 中国大陆实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是1.62亿人 那但是从今年初开始呢 包括北京 山东 河南 这些地方的退休人员 如果要领取退休金或是养老金的话 必须每一年向当地的社保局 证明自己还活着 那怎么证明呢 就是人要到 可是呢有一些已经瘫痪在床 就长期卧病在床的一些老人家 可是也被要求说 就算躺着也要抬去到社保局 要进行人脸辨识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他必须知道你人是在 你有存在的 所以我才能够把这个 相关的这些金额来给你 所以要确定是本人领取 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磨病在床 说实在的其实也蛮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去重演 审核这种养老金的资格 反映出什么问题 其实呢那当然反映出 其实中国现在对养老金的一个支付的压力很大 由于经济 他们的经济也下行嘛 然后他们整个这个中国的一个财政结构也改变了 所以他可能如果说你放太多在养老金上 可能排挤到其他的预算 那当然啦 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呢 确保这个养老金的正确的支付 而且也要避免不必要的支付 那不必要的支付就是让他证明他活着嘛 那我想说这中国是有取 他是有到西方取经 他去找了美国跟日本 其实在美国 你看美国当初美国是没有印章的 那后来有人要诈领这个老人金星他死了 他就把那老人他的手给割下来 然后用他按指纹的 他按指纹的 用这样的方式 对 泡药水然后每次都按 所以后来被发现了 那日本呢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 他们在清查这个人类 怎么都一百多岁这么多人 后来他发现了 有两百个以上的人类 一百多岁还在领 其实是死了嘛 把他冰起来 那你知道日本他一年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他一年喔 他普遍年金 然后一个月到三四十万 一年就领三四百万 日本更是夸张 所以我们看很多日本人的人类 其实根本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去清查 然后就 他们会用钱用记的 当然现在已经有改变了嘛 那所以我想中国就是去 也去消仿过这个机制 说可能会 如果你没有人没有来 可能是会作弊 那当然他是这个部分 那还有一个是 十二保基金的管理问题 十二保基金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其实现在这个中国呢 他长期以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观观相户 然后呢 他们对数字的管理呢 反正他们认为数字会说话 有说假话 就是随便管理 所以造成他的资料不完整 或是系统的不健全 那使得呢 政府很难 利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管制 他干脆把人来 加上主持人就讲的这个 这个用这个生物辨识方法 来精确 透过这个方法来精确 来估算到底活的多少人 你看那数字是1.6 就是1.62亿人 这么多人 他当然扣这个方式呢 反正他们 什么中国人 中国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人 中国人什么没有就是有时间 他就慢慢给你耗 然后利用这个时候来把这个整个 他的一个制度把它健全起来 所以他又有防弊 其实此外又有健全 他的机制的一个作用在 对 那个 不过照这样分析起来的话 就是说 确实啦 严加查核 他还是有他一定的功效嘛 就是 避免刚刚所提到的说 冒零这次事情发生 不过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我刚刚突然想到 那难道不能比如说 人没有办法这个出门 老人家握病在床 直接就是到他们家里面 拿一个智慧型手机 用视讯的方式确定人又活着 这也是一种方法嘛 不过那个老年人以外 要看是年轻人 现在大陆年轻人呢 他们最近流行一种很chill的 这个旅游方式 叫做什么呢 叫做城市漫步 city walk 城市漫步 其实最早是发源在欧洲 意思就是说呢 用走路的 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呢 就在城市里面漫游 追求一种小确幸 所以相对于之前呢 大学生族群 当时也爆红的一种 叫特种兵旅游 也真的是蛮特别的 就是在短时间内 用最少的花费 去到最多的景点 就叫特种兵旅游 好 现在看到了 因为经济环境的改变 所以使得年轻人 在旅游的方式习惯上 出现了变化 当然可以想见的就是 为了要省钱嘛 缩衣节食过生活 以前可能在旅游社的 这个部分 可能花比较多的钱 愿意花比较多的钱 但现在因为薪水也 比较少了 然后呢 要这个尊杰开支 消费文化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那但是这样子 长久下来的话 会不会对中国大陆的 内需经济造成若干问题呢 总比不消费好吧 那我们在讨论中国大陆 状况的时候 永远要记得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有14亿人口 根据中国统计年纪 去年底的 中国的城镇人口 是9亿2000万 所以农村人口 大概不到5亿 那你刚刚讲的现象 是属于城镇人口里的年轻人 可能是大学以上 或者至少高中以上 大学以上 或者是刚毕业 还没有结婚这些年轻人 那你钱没有了怎么办 中国不就有句老话 穷则变变得通 对 我还是想要消费 我还是想要娱乐 或者说我想要娱乐 可是没有足够钱消费 就变得换一个方法 只不过是因为由奢入简 过去曾经很奢侈过了 现在也要变成这种 结衣素食的方式 那大家就觉得好像 把它当作一个话题 拿出来提 在我来看 这其实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至少它还有动机 有幼鹰愿意走出去消费 总比躺平在家里 这个肯老啊 什么这个要好得多吧 所以我觉得也不见得 是个坏事 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城镇人口 年轻的人口里面 等于是看到一个切片 这样子一个现象 那对消费来讲 总是有点帮助 因为只要走出去 多少有点消费 像你刚刚讲的特种兵里面 最短时间到最多的地方去 怎么样 至少要尝到美食 对 它至少有一样消费 就是餐饮 所以它多少有点好处的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人提示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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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